- 凤凰视频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张艺兴 - 你今天是重演的陆先生吗? - 对 - 给大家介绍一下,回到这个区点,可以觉得吗? - 我是饰演的红雷哥陆远的徒弟,叫做小菜,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,是一个小菜鸟,厨艺不惊,还需努力的一个小菜鸟,对 - 会啊,能吃吧,然后还挺会开发新菜的 - 以前有过给组合成员做,然后现在因为时间有点顾不过来,最近见成员的时间也少了 - 最近他们老想我呢,说,我也不知道真假的 - 哈哈哈哈哈哈 - 说你一天是孙宏雷是你的师父? - 对 - 而外面是黄磊哥是什么的师父? - 对,黄磊哥是我的师父,然后红磊哥就是我大哥 - 对,然后黄伯哥是我人生导师 - 小猪哥就是我真的最好哥们的哥哥 - 对,王迅哥就是最照顾我生活的哥哥 - 那你这次就吹演这部剧,有什么想象请教吗? - 哦,最近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去请教这个问题 - 但是首先自己把自己的剧本啊,自己要演的东西多看看 - 然后对这个角色多了解,我觉得是自己有必要做的功课 - 之前的时候,你接到这个戏的时候,其实也有两个过程 - 说比如说他们因为印象五百二五十亿的布 - 就是包括其类都是很有经验的前辈 - 就是正在这个真正希望的机会 - 那那么首先黄磊哥,黄磊哥,小猪哥,王迅哥呢 - 他们都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合作嘛 - 然后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和有阅历的哥哥们 - 所以确实跟他们在一起能够学到的东西 - 和看到的点和面根本就是我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 -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一直这样帮我和教育我 - 就刚才有说的,其实出演这部剧是黄磊哥的独立剑 - 也是一种原因的 - 黄磊哥是这样的吗 - 对啊,黄磊哥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- 对 - 当时在那个真正秀的时候,你有跟你提起过吗 - 他跟我的经纪人说过这个事情 - 每次我们直接跟你说的事情 - 他是有跟你们提过对吧 - 对,所以他跟我们提了以后 - 然后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以后 - 我就直接就说那当然,当然可以了 - 但黄磊哥,我觉得黄磊哥他不是一个对作品什么麻糊的人 - 对,所以我就相信黄磊哥 - 当你拍这个戏的时候,有没有像有其他人说 - 你的视频影片呢 - 就是去学习一下经验交流的事 - 我见不到他,太忙了,他 - 不是我,他太忙了,可能见不到他 - 见不到,我连我的成员我都见不到 - 你是会联系吗 - 你是会联系吗 - 你是会联系吗 - 宋天姐 - 我没有他的电话也 - 对啊 - 对啊 - 对啊,我不是一个组合 - 而且他是我的前辈嘛 - 当然是很尊敬的 - 就是以前在公司没有什么交流的 - 就遇到啊,就遇到过,然后打招呼 - 然后跟他学学,就是压腿拉拉筋了 - 对啊 - 对啊 - 对,这么女孩嘛 - 加吉他都也不太好 -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角色 - 就是说,你这个角色介绍上 - 我们查到是人尽可欺吗 - 就是说,那你不觉得这个角色跟你有些分的相似吗 - 我觉得人尽可欺这个词 - 我觉得用的还是有一点词词词词词 - 我觉得应该是随和吧 - 随和中不发个性 - 嗯 - 就是比较好讲话 - 别人跟你说什么 - 对对对对,应该就是这样的 - 其实生活中要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-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珍惜啊,真的 - 是 难得 - 而且你现在有外号的联练性吗 - 哈哈 - 别人怎么联织 - 是不是就因为自己性格中有这种 - 随和的这种 - 哎,随和也是随和 - 但是我倔起来也很倔的 - 你知道绵羊嘛 - 绵可以说你性格有时候就是挺好的随和 - 但是羊他的性格是很轴的 - 你把羊给人弄的话也很很很很可怕的 - 那你会怎么反省 - 啊 - 要看具体对手 - 具体对手要具体再制定策略了 -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GIF的一个图啊 - 就一个羊看到一个牛的时候 - 退了好远 - 然后冲过去的时候 - 稍微点了他一下 - 哈哈 - 所以羊他是很聪明 - 然后有时候很 - 很倔皮心 - 然后升起气了羊也是很可怕的 - 会顶你的 - 就是说这次 - 佛雷达哥 - 他是一号 - 然后他这次出演 - 等于你一两眼这个就是从这个恩怨是从为奇先挑战 - 到了这个好先生 - 就是在这个距离就是他还要你远 - 是吗 - 没有太懂了 - 他还要你远 - 看这个影片好像说还要你远 - 继续在这个距离 - 他是你师父 - 刚刚有说吗 - 颜师出高途嘛 - 师父应该多多加加加加加到图 - 这是正常的 - 就看我这个徒弟资质高不高了 - 对 - 因为就是他在这个经验就是真人秀经常使坏 - 所以你对于他这种使坏是不是已经来准备了 - 因为毕竟真人秀里头已经体验过了 - 去上个厕所 - OK 你去上厕所 - 厕所在哪儿啊 - 你把箱子给我放着吧 - 快放着吧 - 放着吧 - 你赶紧去快点回 - 毕竟去上厕所 - 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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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其实我觉得石坏这个词汇有点词言诧异 - 我觉得石坏应该是叫可爱 - 我觉得挺可爱的 - 我看了洪莱哥 - 我看每次看节目 - 我就觉得洪莱哥挺可爱的 - 所以你现在接受了他 - 对 我觉得接受了 - 而且 - 对 学到很多东西 - 真的 - 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- 很多好玩的 - 什么以前是你以前做的吗 - 以前就有点较真嘛 - 你看第一次录的那个 - 在地铁那个 - 就确实有点较真了 - 就因为有时候太投入进去了 - 就是有时候 - 抽出来的时候 - 游戏就游戏 - 生活还是生活 - 不一样 - 对 - 汉光红 - 终于 - 晴天幽美为你 - 似黑是天上 - 两三十 - 这词 - 包括明年 - 珍人秀 - 还有电视剧 - 都有一位 - 那你们以前 - 又想到他 - 这个不外 - 这么不外 - 以前他 - 其实给人的印象 - 还是比较 - 那个高冷的大哥 - 但是在 - 没有发现 - 太多了 - 这不就是有一句 - 我们最近流行的 - 一个词汇叫做 - 反差萌吗 - 对啊 - 反差萌 - 对啊 - 所以你接受一下 - 接受啊 - 而且哥哥他是一个非常男的男子和非常讲义气的对 - 我也非常好的哥哥 - 所以 - 很喜欢 - 很喜欢 - 再加上 - 就我们是老师 - 也是极限三傻 - 对 - 所以现在这个关系非常好 - 对 - 三傻对三金 - 好戏 - 看不清 - 哈哈 - 啊 - 啊 - 啊 - 这一小 - 我想到他 - 两个 - 第一个 - 第一个 - 杀手 - 第二个 - 霸王龙 - 所以是要跟你的本身要有反差 - 跟演艺 - 对就是 - 想演一个这样的杀手 - 你那次我 - 那个我们那个 - 在做一个粉丝活动的时候 - 我粉丝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挺印象深刻的 - 当他问我 - 你觉得你适合什么样的角色的时候 - 我还没等我回答 - 我粉丝就告诉我 - 我觉得你要不要演那种文雅的书生 - 要不要演那种变态 - 你知道 - 哈哈哈 - 各种各样的角色都尝试一下 - 各种各样的角色都尝试一下 - 那你以后的中心是会 - 你说演戏还是什么演唱的吗 - 近几年可能 - 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一个完全的东西 - 但是我有时间 - 我的音乐我是不会放的 - 我到现在为止 - 也是自己编曲作曲 - 一直没有断过 - 昨天 - 前天还写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 - 很好听 - 什么时候推荐给大家 - 10月7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- 10月7号 - 我在10月7号就准备了一个给粉丝的大的一个礼物吧 - 惊喜 - 对 不知道 -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惊喜 - 反正我觉得我自己都是尽了我自己最大能力了 - 所有的时间全部抽出来为了这个10月7号的这个惊喜 - 知道 - 但是他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 - 我们也没有曝光 -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张一新工作室微博和官方微信 - 是有官方微信吗 - 有官方微信 - 有什么时候玩呢 - 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 - 谢谢大家